我們要有專業的表情 要有專業的表情 哈哈哈哈 拿 拿 握起來 開手 跳起來 嘿 交給大家 大家好 我是掛琴 現在我人不在桃園棒球場 我現在人在衛泉龍組場 切母棒球場 好 第一次來到這邊 我來跟大家說 今天來這裡有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 羽絨 蘋果家族 喂 Come on 走開 就是蘋果家族要來這邊開場表演 羽絨 女生的女兒 嗨 我是羽絨 今天的羽絨呢 不只有開場表演 還有開球儀式 當任開球嘉賓一定是第一次 對 那你會緊張嗎這一次 不會 因為以前比較嫩 以前比較嫩 所以現在已經掌握了開球技巧 所以你等一下不用練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好球帶進去 我等一下就看啊 OK 現在我們準備進場啦 這是群姬 嗨 大家好 我是群姬 你是什麼 卡拉吉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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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說在別人的球場 說真的 很新鮮 真的很新鮮 因為我太常就是 逛我們自家的桃園球場了嘛 已經非常非常的熟門熟路 那這邊真的是第一次來 我就會覺得哇 每一個東西都好有趣好好玩的感覺 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新院會馬 裡面有很多球員的目標 來羽絨 走好看你爸爸的在哪裡 他字蠻不好看的 他字蠻不好看的 女兒說他字蠻不好看的 喔 找到了 310轟喜愛生活 想做生活啊 對於你爸的願望 目標 你覺得310轟什麼時候可以達成 就在明年 明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一次踏到這裡的場地真的還蠻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之前都是靠我們自家的棒球場嘛 那現在第一次站在別人家的主場 感覺很不一樣 那今天的天氣呢 其實還蠻悶熱的 後面有一片烏雲 看一下我的瀏海去了就知道了 等一下我們蘋果家族就要彩排了 OK 我們剛剛蘋果家族已經排練結束了 他們今天表演開場 以及1-3族的應援 都跟小龍眼啦啦隊一起應援喔 你會緊張嗎 你會緊張嗎 球員們的應援熟嗎 不緊張 對 還有 拿末的 拿末的 是怎樣 你有沒有最喜歡的哪一個球員的應援 拿末的 不喜歡爸爸的 今天真的很特別 我們今天是 蘋果家族來衛泉龍開場的日子 但是同時又是衛泉龍 對樂天的球賽 所以拍著拍著 然後就 對面是我們自己樂天的之家 我們的桃園男人就在那 趁現在來跟雨龍聊聊 欸你爸爸是拳雷大王耶 你自己 你之前不是有來這邊頒獎嗎 有 就是頒獎給爸爸 那你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一開始就很心腿 很開心 很替爸爸開心那樣子 對 那時候超緊張 因為我拿的那個桃桃桿 我就是很大的 然後就很怕它倒下去 太大了 我這樣子放下 那你有替爸爸覺得超級開心嗎 有 因為他打得來給我球 就從小到大都一直看著 爸爸在打棒球這樣子 那你們在家裡會聊棒球嗎 不會 完全不會嗎 那你在家都跟爸爸聊什麼 聊跳舞 你們在搞笑 你們在搞笑嗎 你們搞笑的內容是什麼 就開始跳舞這樣嗎 他會突然有亂 啊 他亂掉了什麼 就開始 因為我怕癢 他會這樣 你有被他弄生氣過嗎 有 那你生氣怎麼辦 抽回去嗎 對 他也怕癢 會不會很多同學都跟你說 可不可以給你爸爸要簽名 有欸 真的嗎 我之前有人問我 但是人家都在球場 喔 你跟他說講 啊哈哈哈 計畫通 那你有看過你爸爸在球場上跳舞嗎 有 有 你覺得你爸爸跳得怎麼樣 跳得好嗎 就很扭啊 很扭 比你還扭 就很扭喜氣 很有喜氣是不是 很有喜感 很有喜感 你爸爸有沒有跟你說 幾歲才能交男朋友 欸 現在當然是不行 因為你不可能高中之後就可以了 哦 他們有跟你聊過嗎 沒有欸 可是我爸他前陣子一直懷疑我 我有交男朋友 為什麼 你做了什麼事情讓他這麼懷疑 沒有就是 我是住高雄 然後剛好他人有時候就在台北 然後因為就很久 很久沒有見 然後之前見面的時候他就懷疑我 他就開始問我說 欸 Mina你是偷交男朋友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真的沒有 然後呢 他一直懷疑我 我就覺得沒害怕 就覺得爸爸你很煩欸 哈哈哈哈 人家沒有交喔 爸爸他沒有交喔 歡迎全面的王林志聖 大家好 我是林志聖 耶 今天很開心可以在這邊看到林志聖 而且今天他的女兒也有來這邊表演 特別抓一點時間來問一下 我們跟林志聖 好 欸 今天都不問包姐的問題 我就要來問一下 你們家女兒跳我這麼棒 他平常都會在家裡練習 會 他會在自己躲在房間練習 喔 然後偷偷傳訊給男孩子 沒錯 哈哈 爸爸爆料的 你們家女兒說你誤會他 交男朋友 不是這件事情 我是沒有反對啦 那他幾歲可以交男朋友 現在沒有 你可以交男朋友囉 哈哈哈 你們家女兒跳舞這麼棒 那他如果兩天可以說 他想加入嗎 你可以嗎 我接受 因為 因為是他喜歡他才會跟我講 他如果不喜歡他才會跟我講 如果他跟你說 我要去別隊跳舞 可以 幫別人的姻緣 不是幫別人的姻緣 喔 很開心耶 那是什麼啊 跳舞的東西對不對 可以去335跳啊 直報音啊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這邊 你情不期待你女兒今天上場的表現 很久沒有看到她跳舞 太期待啊 平常都在家看 因為在關醒 他都關醒門 傳訊息 這樣 他不是傳給你們 就是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家裡途上也是練習 好的才來這邊表演 對對對 我們也可以期待一下 待會兒 麗玉蓉的演出 好嘞 快問快答 婦女默契大考驗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 黑色 黑色 那女兒最喜歡什麼顏色 黑色 哈哈 嬰兒粉 最喜歡的食物是 胖面 哈哈 胖面 哈哈 女兒也是胖面 哈哈 第一題 你的偶像是 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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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偶像是 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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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星座是 乳酸 女兒的星座是 巨蟹 巨蟹 你的生日 1月1號 1月1號 你女兒的生日 7月10號 7月10號 最後呢 就是想跟爸爸說什麼 1號 2號 1號 2號 想要跟女兒說的話 我覺得 在你年輕的時候 做你喜歡這種事情 只要你喜歡 就認真地去做 開心去做 然後 加入任何會支持你 就這樣 天啊我突然覺得很感動耶 這爸爸怎麼這麼會講話啊 OMG 看到你們的互動真的還蠻有愛的 就是一直互相在那邊搓來搓去耶 你們平常在家就這樣搓嗎 他搓比較多 可是我的肉比較多 他一點比較多 我們要有專業的表情 要有專業表情 現在外面還在下雨 雨還沒有停 準備上場了 緊張嗎 還行 還行 巴衰島隊 因為現在在下雨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他到底想要看嗎 火車 超快 天啊 你緊張 都很難看 這很難看 無敵 一手 我們要看台群應援囉 加油 加油 我好妙的感覺 因為平常都是做在好像球場的那一場嘛 所以這是第一次做在別人的組場上 來 整場生育 努力 交給大家試笑一試修理 拉拉桑 是破天氣 不一樣沒有關係 可是可以趕快到我們商品部來天購一條 來看到這是至聖的女兒舉著至聖的毛巾 沒有錯沒有錯最好的示範 大叔 大叔 你有沒有覺得很可惜沒有看到爸爸的影子 3 4 想不想幫爸爸加油一下 耶蘋果家族前三局應援完成 一日拉拉隊的體驗 感覺如何 超累 一致認可超累 如果下次還要來你們還要來嗎 如果可以 可以 如果可以減肥的話我就來 要啊 你爸不是這樣減肥嗎 哈哈哈哈 來分享一下你們剛剛應援的感覺或感想 大家很熱心 哦 感覺到球迷們的熱情 所以就會不會覺得很舒服 哦 有被球迷的那個熱力感染到 我覺得沒想到應援可以跳這麼久 哈哈哈哈 我必須說他們剛剛真的是不小心遇到大局啦 因為有時候遇到你也沒辦法 對對對 沒錯 我們自己之前也在跳拉拉隊的時候也是 突然忘記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看球迷這樣子 他剛剛說 他已經累到就是 直接給我躺下去 那我死 哇 現在是6上了 但是現在的比分是7比1 樂天加油 哦 大師兄上場囉 大師兄上場了 女兒在這邊幫到應援 快加油 哦 出去了嗎 出去了嗎 超可惜 他臉就去了 他臉就出去了 你是不是沒有用力加 是不是同學 哈哈哈哈 好的 今天球賽也順利結束啦 那很開心 今天可以到衛泉龍主場來玩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跳到這邊來 我覺得一切都非常非常的新鮮 那很可惜 今天樂天沒有贏球 但沒有關係 下次再加油 那我覺得今天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家的學生 一致認為說 哇 拉拉隊真的很不輕鬆 很辛苦 要積很多的應援群 然後還要隨時保持笑容 他們都覺得 拉拉隊真的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但是 他們卻樂在其中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透過運動平台 然後做一件非常熱血的事情 這可以讓人感覺一道開心的 老實說今天有看到 大師兄跟他女兒的互動 其實我覺得蠻有愛的 因為這父女之間 在不同年紀上 會有不同的矛盾點跟抹擦 我覺得 在他們身上沒有看到 而且就是感覺就很和樂 然後爸爸其實也蠻調皮 女兒也調皮 如果聽到大師兄說的那一番話 就是鼓勵小朋友 然後也支持自己的小朋友 真的非常非常地 嘖 覺得很感動 很開心呢 今天也可以到微球囉 主場玩 我覺得相當的有趣跟新鮮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還可以到 主場主場玩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聊天 2 5 5 6 15 1 感谢观看